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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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们 我们这个单元叫《话题人物》 在我们演艺界呢 可以说分分离离的事件相当的多 就拿这个兴起来 主要的人物呢 是齐琴跟王祖贤 在这么多的传闻当中呢 他们最后被迫呢 暂时的分手 这个 最近还有一件 就是我们这个 童安阁啊 跟梅艳芳 因为在一场一演当中 这个晚会 童安阁梅艳芳呢 首度呢一起表演 事后两个人 听说呢 朴出了恋曲 一见钟情 两个人相见恨晚 这个 不过我们听到报道杂志 又说刘德华 才是梅艳芳的 这个梦中情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反正 大家都是圈内人嘛 我也不太清楚 这三角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看 当事人怎么说的 刘德华 怎么说的 刘德华 这日盛传 你和梅艳芳 谈恋爱到底是真的呢 对啊 请问一下 你们的恋情有没有受到媒体曝光的影响 现在还没有 可能以后会 你们会发现的 如果说有第三者介入你们的恋爱 你会不会改变呢 我想大概都不会改变 你和梅艳芳 是以什么样的心态 来谈这场恋爱的 叫天长地球 刘德华 刘德华 你在跟我们开玩笑吗 对啊 刘德华 如果我告诉你 我们全都相信了 你会怎么样呢 这个演艺人员呢 尤其歌手跟演员之间的恋情呢 真是扑术黎米很难够去理解 但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好像是狼有情啊 媚有意的 到底是 到底情形怎么样呢 我们另外请一个当事人来到我们现场 那就是我们的受害者 童 童安格先生 童安格先生 来来来 师哥 来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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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把话说起来 好 童安格也是大家的梦中情人 这个他的歌声跟他人一样 都是这么样潇洒这么浪漫 可以说是白马王子 这个大家对您跟梅艳芳两个人呢 这一段时间 这个歌声对于梅艳芳的外形 对于这段事情 您个人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是 在这个歌曲演唱的时候 梅艳芳非常的投入 对 那么我觉得这方面 我就没有像这个影后这么深入 全是这首歌 但是也并不表示说 我对这个感觉有什么偏差 大家都一直以为梅艳芳的外形 好像不是大家都可以说大众情人 其实他谈恋爱听说还谈蛮多的 但是跟童安格呢 童安格因为是涉事未深 有可能调入他的情网也有可能 两个之间呢 又是拥抱又是相见恨晚 又是痛哭流涕 但是场面非常的感人 而且每一句的歌词 像你的歌词 那是什么 我也知道那绝对不是我 那绝对不是我 他一听了眼泪就流下来了 感情真的很投入 就那时候流眼泪的时候 他因为教了我一下午的动作 我看他眼泪流下来我想去插 后来手举起来以后才发现 多了这个动作 趕快再收起来 去插那更惨了 可能是本来没什么 就是因为排练之间的两眼的相对 就产生来电了 然后才发生这种情形 因为唱歌啊 我们这种表情就知道 就像我们现在看 这个人对他有没有意思 我们这种表情眼神就可以看到 眼睛是不会骗人的嘛 对不对 那童安格那段影片当中 我发现他们两个真的是 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有点 你怎么看呢 因为我对这个蛮有经验的 我对你会常常看一个女孩子 对我没有意思 我一看眼神就知道 我一看美艷芳对你的眼神 那几乎已经是 天长地久了 没有啦 那是刘德华说的 怎么刘德华说呢 美艷芳自己都产生承认了 你不相信看看美艷芳怎么说 来来 好 你对她的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她很有才华 她不但做曲好 还有自己唱得也很好 她的声音是很好听 我现在当她是我的偶像 对对对 真的 我不是说笑的 我觉得她的人也很好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我觉得她很害羞 其实她不是 她是很喜欢说笑话的 她很可爱的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不容易 一个美艷芳这种超级剧情来讲 她说会把一个人当偶像 我觉得她可以说是很幽默 我常常开玩笑 就是算惺惺相惜 这个时候没有一点感情 是不太可能的 是 我们是争执的友谊啦 就是说谈感情的话 我想我要这个 要请教流的话 但是您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大嫂看到我 不会难过吗 她还拿报纸给我看说 你自己的消息怎么都不注意啊 这样子 这么开放啊 我老婆有这样子一办 我就太开心了 不是我老婆拿报纸 是我藏报纸啊 结果我还叫在附近 报纸都不准卖了 这个没有 其实开玩笑的 其实童安格很老实的 但是之间到底 是怎么样让你有感觉 有这样谈恋爱的感觉呢 其实我们不是空穴来风 不相信我们看这一张 让他们合唱的影片 来 你看一下 舞云的首影迹 轻轻传来一首歌 那是你我 都已熟悉的旋律 在你遗忘的时候 我依然还记得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我早已经了解 追逐爱情的规则 虽然不能爱你 却又不知该如何 相信总会有一天 你一定会离去 等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所有的故事 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 所有的爱情 只能有一个结果 我深深知道 那绝对不是我 最后的选择 最后的选择 尝尝而过 又何必整整 门涌涌涌 即使我再离别 也不会留太多阳光 屋檐里的雪 最后的选择 是最后的选择 是最后的选择 你尽择 但你仍然爱我 明天 但你回避过 所有的故事 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 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 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 既然曾经爱过 又何必真正拥有你 其实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 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hen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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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他也教了我一下 我都不这样好好唱是不行的 不是啊 感情演出来都没那么逼真 再好的演员都没演得好 大家都知道 彤安格也不太会演戏 他真情的流行 这个 刚刚我看到大嫂在旁边一直插汗 是是是 是是是我们唯恐天下不乱 不过大嫂是很开明的啦 就算真的有发生 不是 没有 好 好 这个我们接下来呢 想请 童安格介绍另外一位 情歌唱得相当好的一位 情歌王子 光你这样解释啊 我觉得我自己来解释 还不恰当 我还得多找一个人来帮我解释一下 哦 还可以澄清您的绯闻吗 不是不是 我们现在来欢迎那个周志平 哦大嫂 哦不是 嘿 嘿 周晏先生 你好 你好 哎呀 你知道吗 你很爱情吗 很奇怪 周志平是这个我们这个唱片界 在做次作曲制作方面 有相当一个长的时间在歌坛上面 两个我们童安格跟周志平呢 其实有点像 他们唱的歌录啊 而且他们的型啊都蛮像的 就属于帅哥型 个子又很高 所以我站在旁边觉得蛮难过的 不过周志平呢有很多的作品 大家都不太熟 就不太知道这个歌很熟 但是不知道是周志平做的 像 寂寞的眼 寂寞的泪 让我忘了忘了 就怕电唱寂寞的眼 寂寞的眼 今夜留一点 今夜留一点爱给我 今夜留一点爱给我 真宵真唱 真宵真唱的 还散播欢乐散播爱 对 陈世少女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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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的歌能馬上進入我們排行榜的 謝謝 謝謝 統安哥 周治平 謝謝